热爱武术的教练 我们的铁粉点名说 老师你再来 这个是 这个是我们在上个礼拜 在10月19号到20月24号的过程中间 我们带台湾的小朋友跟家长 我们去河南的松山少林寺 去跟全世界65个国家 2000个选手一起比赛 然后我们拿到了代表台湾 拿到了一张银牌 还有十面铜牌 太强了 武林大会带回热腾腾的奖牌 马上老师你教大家 这个叫气功轻长法 是八段井吗 这一招的动作非常简单 原则上所有的动作 都是在家里就可以完成 不需要太多的空间 甚至你在办公室 休息时间就来做 原则很简单 就像刚刚中医师说的 我们的脚有一个叫做 足太阳胃筋 还有个足太阴脾筋 刚好绕到腹部这个位置 所以刚刚所有刚从 那个肠胃的那个动作超 还有包含刚好来治疗师的这些动作 刚好都不谋而合 很简单的动作 自然站 双手两掌上下交叠在你的腹部 保持呼吸平顺 来 吸气的时候慢慢的两手上下张开 吸气 到来眼前的时候 上下手往上拖 往下盖 吐气 拉到最极限的位置的时候 慢慢的向你举高的手的方向转 吸气 然后这时候你就会发现 你的这一块腹部就会被拉伸到 就刚好跟前面的动作一模一样 好 慢慢吐气的时候 回来 绕下来 两手交叉 换另外一边 再慢慢的吸气 拉起来 调理脾胃 手单拖 拉到最高点 拉到最撑的时候 再强迫自己 再慢慢的往后转 眼睛可以的话 看着你的手指头 这样子的话你的意念会达到这个效果 这时候你应该会发现 从手这边一直埋下来 到脚应该会觉得非常的酸麻 那如果有这种感觉是非常好 好 慢慢的吐气再往下回 拉回来 这个动作不需要多 您只要可能是说上班族很累 可能身体有点紧绷 就站起来动个两下 甚至刚刚这个动作 坐在椅子上一样也能完成 好棒 老师 有点麻麻的是好事 没问题 没错 好 好 好